嗨大家好,這是肥波 今天要給各位得來的是 台中西區一日美食地圖四選 分別是副狀元豬腳、以樂屋 以及饕之鄉李姐的店 最後是夜間部控肉飯 好的各位,那我們現在就直接開吃 好的各位觀眾朋友 首先第一站我們來到的是為在向上市場附近 連續兩年都獲得必比登推薦的副狀元豬腳 那這一家呢,據我所知 就是師城台北秦光市場那個副霸王 之前去拍過,非常的喜歡 想說這次來台中順便回味一下 那我點的當然就是一份腿褲配上豬腳 簡單粗暴的組合 不過早餐吃這個實在是有點小母湯 但我個人真的是沒辦法抗拒 這種滷刀帶有琥珀色澤 閃爍著油光的優質豬腳 好的各位 那我們現在就直接開吃 那我們首先呢,就從它的豬腳起醜 那它一份呢,其實就是一塊中段跟一個豬皮這樣 感受一下 就是這個熟悉的蔥雞 雖然說他們家這個外皮 走的絕對不是那種徹底綿密感 帶有一點適當的那種膠質黏嘴感 然後滷香的話 一樣是那種比較古早味 鹹中帶有一點微甜 感覺是非常的配飯 想要補充一下周年代碼來這邊就對了 好的,那我們再來試一下它的腳提 這個你用夾的感覺就知道了 它那種話口綿密感會更強一點 中段呢,真的就是Q中帶難 但我們的腳提本人,走的真的就是徹底的綿密 而且它的表層都好像在淋上臉肉燥重滑 可以說是非常加肥啊 好的,那我們再來試一下它的腿褲 外型上那是百分之百給過 而且也不會說全部都是油脂啊 還是帶有一點瘦肉的 雖然說我覺得它瘦肉的口感 百分之百不是我吃過最綿密的腿褲 目前我心中的衛冕者應該還是三重那個光芯 整理吃起來我覺得算是比較適中 就是綜合站立很夠吧 瘦肉呢還是帶有那種一定的嫩度的 不過呢,它這個醬汁本身 真的是會讓我想要 如果住附近的話 時不時午餐來上一份 我家附近怎麼都沒有辦法有這種高端的豬腳飯呢 OK各位,總結一言呢,副狀元豬腳 我覺得它就是綜合站立非常強的一個選擇 好,滷汁夠味 然後整理的口感也還不錯 好的各位,那我們現在就前往下一站 好的,各位觀眾朋友 接著下一站我們來到的是 為在台中國列美術館附近 主打高CP值海鮮丼飯專賣店的以樂屋 個人應該可以說的是台灣Youtube頻道裡面 拍過最多碗海鮮丼飯的男人 稍微查了一下 這一家好像是台中代表 必須來感受一下 然後我呢,當然就直上他們家頂配的特上海鮮丼 一碗呢是600塊 跟我一碗拍過的那些差不多都是580到620之間 看起來真的是蠻漂亮的 目測至少有10種以上的海鮮 而且感覺出來在排盤上面還蠻多小細節的 比如說它的海膽呢 還有再撒上一點蔥花 它中心的海笠 還有再點綴一點蔥物 雖然說不算是我看過最浮誇的 但這要怪那個中口的氧實在是太過於浮誇 然後你只要點海鮮丼飯 它都會再附一碗味噌湯 裡面有蠻多這種魚骨帶肉啊 還有蝦頭等等的 這些元素跟著味噌湯一起熬煮 覺得是香的 那我們售 我現在就從它的心滿洗手 OK 各位 我必須說它這個心滿融化的速度 比剛才前面那一家副莊員的豬腳 它外皮融化的速度還要燈快一點 隨著來呢就是那種微甜的醬香 還有鰻魚濃厚獨特的味道 下一口試一下 花枝配上滿滿的龜軟 他們家這個設計算是比較好爬的 因為很多海鮮豆飯真的是擺得很好看 但是很難去真正的配的飯一起吃 花枝跟龜軟的味道真的是非常互足 而且口感上也很有趣 兩者咬下去的瞬間呢 都是帶有一定的那種脆脆的口感 再來下一口 天使蝦餅配上它的蟹膏 個人吃海鮮丼飯呢 就是提倡各種搭配水泥吃的 這種感覺才是最棒的 就一下 最先感受到的就是蟹膏 非常強烈濃郁的腥味 扑鼻二來 接下來呢才會是天使虹家那種蝦肉的甜味 再來是它的海膽 不過呢我們有一說一啊 他們家挖給我這朵海膽 沒有到特別的漂亮 應該還是跟產粒有關吧 來收一下 OK 各位 更正一下 我們不能一貌取人 入口那種海膽的甜味呢 還是相當充足的 再來幫鮭魚腹淋上點醬油 然後配著米飯開爬 鮭魚腹的口感呢真的就是無敵 Q中帶嫩 然後嚼起來那種油香是很充足的 接著下一口 至少干貝配上它的米飯 好的 那我們最後就喝個味噌湯 收尾一波 裡面的料真的是蠻多的 也不僅有蘿蔔 魚肉塊 蝦頭 味噌湯這種魚真的是很吃 你有加什麼料進去 那種發酵過的味噌豆漿 配上魚肉的鮮味 還有蝦子那種很濃郁的甜味 喝起來就是特別的順口順口 OK 各位 總結業呢 以樂物啊 我覺得呢 它就是一間百般很漂亮 整體氛圍很好的一間 海鮮丼飯的賣店 但是呢也毫無疑問 不是我吃過最爽的海鮮丼飯 畢竟海鮮丼飯這種東西 真的就是直球對決嘛 同樣的價格 你願意放多少東西到客人的彎裡 不過呢 味噌湯真的是非常的好喝 OK 各位 那我們現在就前往下一站 好的 各位觀眾朋友 下午茶時間 我們來到的是為在向上市場附近 主打小龍湯包 中式點心 以及各種麵食的韜智香理解的店 同時呢 也是今年首度獲得 必比登推薦的店家之一 不過呢 說真的 像我自己拍各縣市各區域 要找到這種口碑好的小龍湯包店 其實真的還蠻多的 真的能夠讓你吃出 它有差異性的特色的相對比較少 所以呢 我們就來試一下 究竟是什麼水平 然後聽說呢 他們家的豬肝小菜也是蠻強的 所以我還有再點一份 那我們首先呢 就來單吃一顆小龍湯包啦 不過呢 它表成這個折痕 看起來真的是相當漂亮 OK 各位 感受一下 繼續推崇小龍包一口吃的活動 OK 各位 我第一個感覺是 他跟我昨天去彰化吃的那家莊家 肉餡調味的濃度完全是天差地別 他們家這種豬肉餡的鹹香 整體吃起來是更加的濃郁 雖然說湯汁沒有像昨天那一個這麼的浮誇 但我覺得充分足夠 那種肉湯充滿口腔的感覺是非常好的 其實你入口口感是蠻豐富 上面折痕的地方 你可以感受到那種更多的Q 底部相對比較綿的質地 最後它裡面中心肉餡的紮實 算是一個相當標準的小龍湯包我覺得 不曉得是什麼調味的 它沒有特別寫就是寫豬肝而已 然後還有配上滿滿的薑汁 感受一下 豬肝絕對必須點一下 入口你幾乎感受不太到 肝臟那種獨特的味道 剩下的就是這種Q軟Q軟的口感 醬汁調的算是非常夠味 但是又不時清爽的一個小餐 OK 各位 總結言呢 超之想理解的店 我覺得他們這樣的小龍湯包 就是屬於一個 把基本功做到極致的一種感覺 不是走那種湯汁爆多派 或者是那種肉餡味道很不一樣的 對我來說就是一個日常系 很適合當作下午茶的一個小龍湯包 OK 各位 那我們現在就前往下一站 好的 各位觀眾朋友 晚餐時間我們來到的是 為在台中京城路上面的 優質宵夜選擇 夜間煮焢肉飯 從晚上5點已經營業到凌晨2點 不過台中人的宵夜真的會吃焢肉飯嗎 會不會有點太補了 而且他們家除了焢肉飯以外 滷肉飯也是非常的強 單路外型100%就是我的菜 走的也是這種帶皮肥肉切小丁 旁邊還有配上點酸菜讓你綜合一下 不過呢 老實講 我有點擔心這塊焢肉 畢竟我昨天才去彰化 接受高端焢肉飯的震撼教育 希望待會吃下去還是爽的 好的 各位 那我們現在就直接開吃 單路外型看起來也是很讚 而且這個尺寸很明顯 比我昨天排那個一個小時的夜市焢肉飯大多了 OK 各位 感受一下 等我先跑二口飯 OK 各位 雖然說我覺得它的皮 可能沒有到主人那家那麼的浮誇 但是真的已經足夠強了 最先感受到真的就是表皮的一點微Q 然後很快的呢 就剩下它皮下這些脂肪膠質綿嘴感 老闆娘剛才說台中人呢 吃烘烘好像要淋一點東旋辣椒醬 我以為只有吃什麼水煎包會淋 連烘烘也淋 感受一下啊 我個人覺得吃起來像這種 活力不會那麼強的這種甜辣醬的感覺 味道不會說過頭啊 跟它有個本種微甜的醬乳感 意外的還蠻搭的 好的 各位 控肉飯解決 我們現在改來排它的滷肉飯 然後呢你稍微夾一下就可以感覺到 極度的黏筷子 你就知道那個膠質感是多麼的強 開啪開啪 嗯 第一個感覺是 我覺得它的滷肉飯 比它控的還要更加的強烈一點 充分有到說到是我內心 滷肉飯排行的一個程度 一樣是有它自己特色的滷香 然後口感方面不用多說 這種帶皮肥肉切小丁 你只要滷得夠透 入口那真的是畫給你看 而且老闆應該知道 它這個滷肉活力非常強 還幫你配一點酸菜 雖然說剛才那個控肉皮的部分 膠質感真的很爽 但是這種小顆小顆滷肉丁 當點突破那種油脂感散發開來 真的更對我的胃 如果我是租的附近 我可能每天晚上都來爬個兩碗 好的 各位 總結言呢 夜間煮控肉飯 我來台中吃的最後一家 同時也是我個人最喜歡的 好的 各位 那就這樣啦 那我這次來也是快省兩天而已啦 最後應該會再花幾天 把其他地區都稍微補一下 我也可以盡情期待 那我一樣會把定家的詳細資訊 留在影片下方的收錄欄 感謝各位的收看 那我們就下部影片見 掰掰